我是邵康 歡迎來到TVBS邵康戰情室 在我們現場特別來賓 范雲委員 賴香檸委員 藍軒小姐 王宏偉委員 李彥兄議員 唐翔弘先生 好 這個麥卡錫這個議長 坐了269天被罷免掉了 那這是美國眾議院 200多年來第一次 216比218 其實很接近 三個跑過來就不一樣了 那共和黨主要有極右派 八個 八個跑票 民主黨除了棄權的以外 全部 他們自己開了會了 黨團會 我們全部支持 雖然麥卡錫在政府關閉的提案 是支持民主黨的 但是薪酬結果 我們還是要把它罷免 好 就被罷免掉了 共和黨曾經說想找川普去選 美國這憲法很怪 眾議院議長 可以不必是眾議院議員 像我們的立法院長 一定要立法委員才能選 互選 他們不是 眾議院議長可以是非議員 所以川普可以來做 所以很多人 川普來吧 川普說我才不要 我要選總統 他不要去做眾議院議長 另外可能接班 就有五個人是台灣連線的成員 就對台灣都滿友好的 所以我剛剛講 民主黨開了個閉門會議 黨團會決議 不就麥卡錫 所以被認為這是一個極端政治 原來全世界搞總統制的 通通失敗 只有大家認為一個成功國家 就是美國 因為什麼非洲 中南美 搞總統 搞強人政治 搞一塌糊塗 因為總統這太好了 當了總統以後 什麼都是他的贏者權 所以他有權力 想要跟我挑戰 把他通通幹掉 然後我就待在任上不肯下來 只有美國還不錯 但是美國從川普發動 去霸占國會以後 他就覺得 美國總統是怎麼這樣 現在搞個國會 然後搞一個極端政治 政府經常就關門 經常關門 然後400萬軍也領不到薪水 國家的什麼公園也關閉 圖書館關閉 美術館 博物館通通關閉 所以被認為說 品質非常的惡化 好了 因為罷免了以後 要援助烏克蘭經費 可能又沒有了 本來就250億被排掉 不給烏克蘭先拿掉 本來以為說拜登還喊話說 趕快我們通過 趕快我們通過 現在議長都沒有了 怎麼表決 也不知道要等多久 所以美軍政治 會不會當時從伊朗那邊 扣留的100萬發彈藥 先給烏克蘭 所以表示看起來是真的沒有了 這個是2022年12月9號 過境一個無國級的獨尾帆船 叫做Mawang1號 從裡面把他擄獲的武器 大概最多也就用兩個禮拜 大概也就沒有了 因為大家就很擔心 以後這樣對烏克蘭怎麼對台灣 美國國防部的前高官說 台灣比烏克蘭重要 台灣放心 我們不會像對烏克蘭這樣對你們的 是這個意思 看一下 柯伯吉先前投書《華盛頓郵報》呼籲美國政府 優先考慮台灣而不是烏克蘭 為了防止與中國發生戰爭 美國政府應該把資源集中在台灣防禦上 以嚇阻中國發動侵略 這意見台灣是不準備好 而且它不需要武器 超過 Ukraine 是完全不正確的 是不正確的 台灣是不準備好 如果你看到蘭的研究 台灣的努力 which would be vital 由于援助乌克兰 美国武器库存快要耗尽 克伯奇认为为了帮助台湾尽快获得武器 美国政府应该在对外军售上 把台湾置于优先地位 将保卫台湾作为重中之重 才能遏制中国在亚洲称霸 我觉得这是前美国国防部的副助理部长 尤其最后一句 他说你要需要向美国人民证明 台湾已经做出了足够的承诺 愿意负担重大的承诺 我们也不需要美国人民这个证明 是不是很奇怪 因为麦卡锡 麦卡锡的下台 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说 所有跟蔡英文握过手的众议院议长 都下台了 有两个 对 就是说从以前到现在为止 而且都很短命 当然这跟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可是从麦卡锡身上 我们看到的是 美国的政党恶斗已经开始了 就当他的国家的力量 没有办法在全世界 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 来满足他国家发展的 就是非常廉价的动力的时候 他必须要在内部开始 进行资源争夺的时候 这种的政党的恶斗 会持续的下去 我们除了看到政党恶斗以外 当然我们在台湾 看到这种政党恶斗 已经看习惯了 可是在美国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接下去就是 会让你看到 美国的中间选民就不见 所有的选举 所有的这些的表态 都会两极化 就是天下不归阳极规模 大概就这两种 不会再有中间选民 也许会有部分人 会对政治会厌倦 但是中间选民几乎就不存在 第三个当然就是 你会看到这些的政党 都开始出现质变 过去我们在念书的时代 我们曾经对两党这政治 单一选区两票制的两党政治 是何等的推崇 那简直是一种的 就是说政治发展的最高境界 可是你今天看到美国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那套东西本身的土壤 是有赏位企的 是有限定的 它不是你把它搬过来的时候 就能够照用的 那些单一选区两票制 两党政治当中的 如同梦幻一般的追求 你今天在美国身上看到 你就发现它不理 我们甚至于会认为说 美国的政党政治的那种的 松性政党 过去对党纪不怎么要求 经常会有少部分的 就是说这些国会议员 基于就是说制衡的原则 他对行政部门的一些政策不买单 其实在过去是常见 可是你看到现在的情况 将来就很早见了 它的党纪会变得非常的刚性 这种的党鞭 这种的党纪 会成为美国政治的未来的走势 美国政治将来的解药 不会在他自己身上的 美国现在让你看到的是 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 一个已经过度成熟 所有的病态的情况都呈现的时候 他自己是没有办法找到解药的 所以麦卡锡不会是最后一个 麦卡锡只是去年 应该是2020年 2020年的1月6号 当大部分的报名 马卡冲进了 冲进美国国会 把美国国会 在他200多年当中的神圣性 给摧毁了以后 其实今天的国会 已经不再被当一回事情了 所以麦卡锡的下台 他不是一个偶然的新闻事件而已 他只是告诉你 美国的这些的体制的精神 过去所我们读过的政治学的 一些的基本 对西方政治的崇拜 或者对西方政治的那种 被意识形态洗脑之后的迷恋 今天都必须要好好的反思 宏伟 我觉得麦卡锡应该是命运很多船 如果大家有记忆的话 当时他就是难产出来的 15次 对 就是搞了15轮投票 而且他当时就是做了一个妥协 就是说任何一个议员都可以对他提出罢免 所以当时后来才选出他来 果不其然这次也是他的同党议员发动罢免 我觉得这个事件对美国来讲是一件大事 对全世界来讲我认为也是一件大事 比如说联合报的评论就说 这是不是代表美国他的民主品质的低落 而我们现在来看的就说 这代表美国他的政治 因为在两党恶斗 你现在看到是两党恶斗 不是 他们同党都恶斗 而且同党里面变成一个 所谓的极端主义的一个抬头 因为这次发动罢免的是一个 佛罗里达的议员盖茨 盖茨他是谁 他就是川普的信徒 他还相信川普的这个 他的政权是被偷走的 这样子的一个极端主义的抬头 后来把你的众议院的议长 他当时其实是一个妥协 希望整个的美国政府 不会因为他们国会 没有通过这个预算全部的停顿 那事实上本来是一个理性中道 结果呢 他的结果不是得到掌声 是让你下台 好 那这样子一个政党恶斗 一个极端政治的一个美国 那他会为全世界带来 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那还不只是说 因为现在这个众议院的 他的议长到底是怎么样缠身 川普根本没有办法去当议长 不是说他是不是议员 他自己本身有四个重案被起诉 所以依照共和党他的内规 他是根本不可能当议长 所以他自己知趣一点 可是问题是明年的美国大选 大家都看来看去都会觉得很奇怪 美国不是人才积极吗 美国不是很伟大吗 那结果共和党推出一个政治狂人 然后民主党推出一个赤字老人 那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样堂堂泱泱大国 最后你的总统选举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 在整个不管全世界的地缘政治也好 整个的经贸也好 对于整个全球 真的包含台湾 因为台湾现在跟美国连得太深 当美国他的极端主义的抬头 当美国他的民主政治品质低落的时候 说实在谁跟他是盟国 老实讲都会受到影响 好不好 大家比较关心的是 会不会冲击台海安全 因为他们是痴迷于否决 你否决我 我否决你 要不然就是弹劾总统 要不然是起诉前总统 来 范伟 我想就是美国这个内斗 如同刚刚王宏立委讲的 就是他其实是 共和党内部的内斗为主 共和党内部的极端的 右翼的力量挑战麦卡锡 也跟之前他怎么选上议长的 初选的过程纷争有关 其实美国的政治的极端化 这个议题其实已经超过10年了 从川普选上的时候 美国的一些政治学者就在忧心说 以这样的例子是不是 是极端的一些人 是不是会控制的政治 不过后来又有一种说法说 不管是哪个民主国家 其实民主都不是完美的 至少美国其实在制度上 不管是三权分立 或者总统加这个所谓的 联邦主义等等 他其实是制度胜过 就是说哪个个人 回来讲就是 有些人会担心的议题说 这会不会显示就是说 他这个政治不稳定 那也会影响对台湾的支持 我都会提醒大家就是说 其实跟乌克兰相比 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事实上是一个跨党派的 一个法律的一个 很清楚的一个规范 从台湾关系法 到2020年的台湾保证法 确定对台湾的军收要常态化 也要协助台湾提升 自我防卫的能力 不过当然回来讲 对台湾而言的话 就是说自我防御能力的提升 而不是一味的依赖 就是说任何一个盟友的话 我觉得当然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部分 不过回到据说美国的这次的 这个议长下台的事情 我觉得跟台海的议题来讲的话 其实是不大相同的事情 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